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胡福奇小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800集的P2节目 那我稍微去看一下我1700集讲了什么 我发现了那是10月12号更新的 基金的话呢 快五个月 那我做了100集 那差不多就四五个月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停止内耗的人生 那跟我今天想要说的呢 可能也还差不多 因为我发现这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的可能是因为大数据的关系 现在电脑网络上的这种大数据 实在是也是很恐怖啊 变成说你可能看了某一种类型的节目之后 这个不停的推荐相同类型的节目给你看 那么我从中有一些很有趣的点子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今天主要就跟大家聊聊这个 我的话呢 最近因为发生一点事情 每次都是发生一点事情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最近上一件很鸟的事了 但是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宝贵的经验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个人脸书的版面的话呢 有发了一则的新闻 大概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 那因为呢 我现在呢 跟一些年轻的小女孩们呢 会有一些商业写真的合作 那其中有一位小姐的话 有一位COSER吧 一位COSER呢 她的字母开头是Z啊 不是ZOE啊 这刚好是Z开头而已啊 这位Z小姐的话呢 她在去年的11月突然开口说要借钱 那我的话呢 当下问了一下 你打算借多少 那你怎么还 什么时候还 那她呢 能够达得出来数字金额 还有返还的日期 她讲得很清楚 那基于这两点 第一合作伙伴 第二她能够讲出精准还钱的时间 再来第三个是呢 她呢 每个月的营业额都是从我的手上在拆账给她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评估过 以她的收入状况呢 可能两个月左右 即便她人跑掉了 两个月之后呢 我也能够回收她所欠给我的货款 除非说她真的跑掉 我只是预估 所以说呢 你在面对一个跟你有合作关系 然后能够说出还钱的时间 而她又有每个月相当一笔金流 会从我的手上经过 我再拨给她 那这个情况下 我想我答应她 我应该不是蠢人吧 那于是我就把钱借给她 那么约定的时间到了之后 假设我们约定12月10号要还好了 那到了14号的中午呢 她依然没有给我任何的消息 10号就应该要还钱 但是她10号11 12 13 14号到了中午 她整个人是神隐的状态 那我就有点觉得坐不住了 我就自己呢 在我的脸书上 我就发了一个文 我说现在是不是欠钱的人 比借钱的人还要伟大呢 那么我没有指名道姓 我就是发了这么一个感慨啊 不管我是不是在说她 总而言之 她就立刻的就私讯了我一个讯息说 请问你发的那个文章是在说我吗 如果是的话 我感到很抱歉 钱的部分呢 我会马上归还给你 那说实在话 她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对这个人已经死心了 第一 我不管是不是讲你 你时间到了就该还钱吧 你怎么 如果我跟你说 我这个文章不是在说你 难道你就不还了吗 是不是 这个观点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啊 那你明明就 在她给我发完这个讯息之后 不到一个小时 她就把钱全部都还清了 那我的感觉就是 你是明明有能力还钱的 那你为什么不还 那你不还也就算了 你甚至在这四天之内 你没有任何给我的回应 一句话都没有 哪怕你跟我说 能不能再欠着 或者是说 我们直接从每个月的营业额里头 就是从我应该拆给她的这个 分红里头呢 直接扣除 那都可以 重点是你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非常在意这一点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呢 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是什么态度 为什么还钱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呢 那不管怎么样呢 她把钱瞬间有还清之后 我也告诉她一件事情 我说我没有要为难你的意思 你还完就好了 那就没事了 但是呢 这个事情 在我的心中呢 势必留下一个非常不高兴的经验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二月 一月二月 连续三个月呢 我都没有安排她来拍摄写真集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不能够跟这种 钱的观念和我不一致的人共事啊 那么呢 于是在三月五号 我跟她拆账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她说 你这个月应该分到多 我把钱汇给她 那她呢 就突然冒出一句 她说 如果没有打算合作的话呢 她希望把以前合作的作品呢 全部都给下架 那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跟她啰嗦 我就说好吧 那如你的意思 我就跟她约了一个时间 三月八号 我们把东西全部下架吧 那故事到这边的话呢 先暂时先整理一下 我们要整理什么呢 首先你说东西要下架 其实东西下架 我是有一半的权利的 但是我不想跟你啰嗦 我个人不喜欢跟年轻的小女生 讨价还价 太辛苦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虽然我每个月会造成 一定程度上的损失 但是我也认了啊 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人 那损失就损失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认赔杀出吧 那么呢 第二点就是说 她在跟我结束合作的 当天中午 她就在网上 她发了一个文章 这个是我最在乎的 她发了一个文章 她说从现在开始 她停止跟胡福骑射的合作 那以前架上的东西 全部会下架 那我告诉各位啊 这个 这个话呢 对我的杀伤力有多巨大啊 刚刚就是 她差不多是她原文了 就是说 她停止和胡福骑射的 写真集的合作 这句话会带来很多 不应该出现的揣测 尤其是西圈这种 女生一方发了这个文 一般来说 我们男生摄影这边 我们会面临很巨大的压力 因为人家已经会去猜测 是不是我们 做了什么事情 伤害到她 导致她要跟我们拆伙 那果不其然 她那篇文章的下方 就出现了很多 轻微队啊 舔狗啊 恶流的摄影啊 或者是说不喜欢我的 或者是眼红我的摄影们呢 就在下面说 也就是开始一些寒沙 寒沙 寒沙摄影的一些 留言就出现了 那我觉得吧 我有必要出来 把这个事情 就整个澄清一下 所以我就发了一个文 我就把我 就是借钱给她 然后她什么时候还钱 还钱的时候 虽然有还 但是时间超过了 那中间的话呢 我甚至没有多苛责她 任何一句话 就把整个过程 就全部把她交代完成 那这个女生的话呢 她那边的轻微队呢 就非常的不高兴啊 因为可能觉得说 我不应该把她 借钱的事情讲出来啦 甚至还有一些 很奇怪的留言 说为什么人家都已经道歉了 我还要苦苦追打 我就不知道 我到底是哪里追打她的啊 我完全没有多说一句 有的没有的 而且你欠钱 你本来就该还 不是说你 不是说你欠钱 然后你 漫了四天 然后有还 你有道歉 你就没事 而且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最讽刺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借钱给她 但是却给我带来这个 很不应该出现的麻烦 因为她发的那个吻 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 这个困扰是来自于 Cosplay圈 这种很畸形的现象 或者是说摄影圈 可能都有这种现象 就是你本来 一男一女的合作伙伴 女生突然先宣布说 我要跟某某某停止合作 真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一件 一个对外宣布 我都没有对外宣布 我不想跟你拍了 因为确实 虽然是她宣布了 我们要停止合作 但其实从去年的12月开始 我就已经使用冷处理 你要讲很难听 顶多叫做冷暴力的方式呢 我就不安排她的工作 我就没有打算再让她出现在我的镜头前面 那我期望的无非是说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优雅离开 你可不可以自己离开呢 那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 不是她优雅离开 我觉得甚至她留了给我一个 留给我一个不是很好的 一个结束方式 那这个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当我在这边把这个故事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一个连载已经结束了 我这个事情我就讲到这边 因为我只需要对我的行为做一个澄清 本来我也不喜欢澄清事情 我甚至不喜欢自证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会牵扯到说 会不会有其他我合作中的模特 或者是说准备跟我合作 或者是说不认识我的一些妹子们 他们可能会对我有一些不正确的揣测 等于是说这真的是一个为了澄清 我不得不特别去讲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顺便就在这个节目里头 跟各位说这个状况 就是说扯到借钱 就真的是很麻烦 我知道拒绝人家借钱的请求真的很困难 包括我当时我也是很挣扎 到底要不要借 我是因为看在他每个月 有数千元台币的这种 至少数千元以上的收入 会从我手上经过 我才敢大方的把钱借给他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他最后的处理方式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差的 那至于他的轻微队在网路上 就各种对我的寒沙摄影 寒雪喷人 各种歪气 连时间轴都把你扭曲掉 就说我为什么就是没有跟他沟通 就发文就去挂他的名字 我只能说是他先挂我不是我先挂他 我发了一个欠钱的人比借钱的人伟大 我也没指名道姓 我只是就是发了一个这个文字而已 然后他就自己 你本来欠点你就该还了 anyway这个小女生我也就不跟他计较了 但是他的这个轻微队的一些行为 我只能说我还是蛮看不起你们的 这种这种这种就是盲挺了 就明明就是就他不对的事情 你们也可以这样 虽然说网路上的生态 我早就应该习惯了 但还是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如果你们身边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千万不要扯 能够不借钱都尽量不要借钱 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要跟人家借钱 当然我知道有时候人有三级 真的是没有办法 可是你欠欠的人 你应该随时跟对方保持联络 让对方安心一下 因为人家借钱给你就是信任你 不要糟蹋人的信任 不是说每个借钱的人都一定是不好啦 但是就是很大的一个风险 那我前两天的话呢 也有一些就是毕竟他的轻微队 就是会有一些就是造谣一些事情 那我自己有的有听说 有的没听说 基本上我不会去打听 因为我觉得浪费我的时间 这种有时候垃圾 能讲的垃圾话呢 你多看一秒都是我自己的不对啦 那我就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以前一直觉得人跟人在一起 靠的是友谊 然后前两三年 我发现要靠利益把人绑在一起 但是我现在发现 用利益把人绑在一起 其实也不一定绑得住 说到底 变得很人的一生 我觉得活到现在 我觉得很玄学的 其实人跟人在一起不是靠感情靠利益 是靠缘分两个字绑定 相信我 人活到最后就是靠缘分在绑定 你没有缘分的时候 你怎么样都没办法走在一起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人的认知 就是比方说我 比方说我跟那个欠钱的那个 欠钱还钱很慢的那个小女生 我跟她我们本来可能是一起合作的伙伴 那现在不得不拆开 我觉得那是一种 当我跟她的这种认知 我们的灵魂的层次已经 相差太多的时候 相差的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比方说可能我们 假设说我们的人 一个人 人类的世界有100个range好了 那可能你只能跟你上下正负15的人 做朋友 那可能我跟她的差别已经超过了15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一定注定不可能继续共识 我是这样子想了 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惜 虽然说每个月会少一些损失 对不对 只要大家再多买我几本写真 我也就回来了嘛 对不对 那不愉快就不愉快吧 那就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 人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 像我前两天 就没有说很难过 因为我已经有经过去年 或者是说经过这十几年来的一些 磨练以来 其实我已经很能看待网路上的一些有的没的事情 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绝招 就是如果你把今天当成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 对 如果你把你今天当成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 你会发现你很多烦恼会不见 因为你会瞬间的把你的注意力 把你的集中力放在真正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你会短时间的做出最珍贵的那个决定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种什么网路上的留言啦 或者说人际关系的不愉快啦 这些全都是浮云 你全部都不用在意啦 你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下 这可能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 这是一个很奇怪 就用一个很悲观的假设 然后把你所有的不愉快全部把它消灭掉 这个分享给大家做一个纪念 那这样子吧 就是这是我并行金刚的节目 但是我去跟各位讲了这些 跟TF无关的 那就不好意思啊 就是请大家就 反正我就把这个聊天也做一个记录 就是有在我在这个 就从事写真行业以来 我觉得我遇到一个比较不愉快的经验 好了 那最近的话呢有很多这个地球火种的玩具 跟大家分享 那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Bilibili上面有这个第一季可以看 但是很遗憾在台湾是看不到的 这个影片的话呢 台湾地区的IP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收看 非常的可惜 不然我还真的想要把这部动画给追完 如果各位有其他的方式 也麻烦跟我说一下 我真的还蛮想看的 再来就是我最近玩这个变形金刚的话呢 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些 不能变不是说不是说我喜欢他们不能变形啊 而是说因为他们都是变形金刚的这个角色 然后做的还算挺帅气的这样子 摆着就是好看 我也会蛮喜欢的 所以说我最近分享的玩具 在这种非变形的这种产品上面 可能数量会越来越多 再来就是我这一集的节目 我是用我的相机录的 然后用了一个Budys 25焦段来录的 所以可能会比较清楚 平常给各位看的那个是有用相机开过美颜的 可能稍微会好看一点 今天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样子 这个是我现在最真实的最真实的一个模样啊 已经是45多都算50了 我今年已经要迈入47岁了 我是数蛇的 今天是龙年了 明年48了对吧 那我也很高兴 在13年里头更新了1800多集 当然还有一些是没有列入编号的毕业厅 所以其实我做了2000多集 甚至可能有2500集左右的玩具开箱了啊 那我也很庆幸 我能够达成这个里程碑 那我就加上最近啊 鸟山明老师的网生 但是他留下很多作品 那我想我也是每天努力 如果能够更新我就更新 每一次的更新都是破纪录啊 因为我是应该是目前地球上用中文开箱 冰箱金刚玩具 做集数最多的人吧 应该是吧 那我每一次的更新都是一个新纪录 我很自豪 非常自豪 目前还没有想停下来的打算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现在讲1900集啊 好快啊 那就这样子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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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